由泰国学运在7月掀起的宪政改革浪潮 今天如火如荼来到了巅峰 近超过2万名不同阶层的民众 游行到泰国王宫前示威 尽管面对严正以待的大批警力 双方气氛一度僵持 然而随着警方代表接过请愿书之后 示威终于和平落幕 抗争领袖强调 这只是初步阶段的胜利 下个月还会再包围国会 举起三根手指的示威群众 在领袖带领下 其声高呼 打倒封建制度 人民万岁 口号声响彻云霄 军政府下台 改革君主宪法 与停止打压一几 这三项诉求早已深入民间 经过三个月的酝酿后 原本由泰国学省发起的宪政改革运动 如今演变成全民参与的公民运动 成为2014年政变以来规模最大的示威 经过昨天在黄家田广场过夜 泰国学生团体所组成的 法政与游行联合阵线 今早率领群众 浩浩荡荡游行到附近的王公前集会 尽管天空下起细雨 但却敲不惜示威者的热忱 在部署大批警力的现场 席地而坐对峙 主持人则透过扩烟气 安抚群众情绪 为了避免发生冲突 学生团体组成人链 护送示威领袖巴努沙亚 到警方防线前交涉 经过半小时谈判 原本要由书密院接领的改革请愿书 改为曼谷警方接收 巴努沙亚一众领袖 接着在台上 买下一枚象征民主体制的铜牌 呼应泰国在1932年 由君主专制 转变成为君主立宪制 他在演讲中表明 今天的诉求并非要推翻王室 而是希望重新彰显君主立宪的精神 无论如何 泰国王室方面对于诉求 暂时没有做出回应 而泰国王瓦吉拉隆功 则不在国内 虽然国际媒体估计 集会出席者约有2万人 不过主办单位却宣称 今天共有5万人参与 巴努沙亚认为群众的踊跃之时 对于一路颠簸走来的血运团体 无疑是遗迹强心真 今天的示威刚和平落幕 下一轮的抗争却才要开始 世卫领袖之一的巴黎宣布 目前只是初阶段的胜利 为了确保宪法改革能够贯彻时钟 他号召民众在下个月14号包围国会 向朝野议员施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